三顾茅庐之后 刘备和诸葛亮一见如故 刘备曾说孤之有孔明 由于之有水也 后人自然认为 此君臣二人是与水关系 在三国演义中 刘备对诸葛亮更是言听几从 亲政大使无不请他出谋划策 但在历史上 他们未必君臣向德 直到白帝承托故前 诸葛亮在蜀国的地位 都并非是第一人 在夺取西川的战争中 刘备只是让诸葛亮守住荆州 而以彭统 法证作为主要谋士 辅佐自己西区巴蜀 在夺取汉中的战争中 谋士也是法证 诸葛亮却只是留在后方 做典儿后勤工作而已 刘备敬为汉中王室 法证的排名也在诸葛亮之前 在攸关大局的战役中 刘备也并不是处处注重 诸葛亮的谋略 刘备把镇守荆州的重任 交给关羽 最终却导致了惨败的局面 如果刘备当时 把关羽调入川州 而把诸葛亮和赵云 留在荆州的话 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 当关羽失掉荆州后 刘备举兵法武 也没有把诸葛亮带在身边 甚至都没有理会诸葛亮的意见 蜀军被火烧连营 以败涂地之后 诸葛亮感慨地说 法证若在 肯定能阻止主上不来东征 就算东征 局势也不会弄得这么威胁 从这番话中 足以见得刘备对法证 才称得上是言听计从 诸葛亮还是略逊一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一些学者认为 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 刘备和诸葛亮 在战略思想上 经常会有分歧 诸葛亮始终坚持 龙中队的基本战略方针 话有经 一两周 西河诸荣 南府一越 东杰孙武 北伐曹操 而其中维护孙流联盟 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但刘备占领 汉中两年后就称帝了 显然只想割据习数 能称帝足矣 对诸葛亮幸福汉事 还于旧度的想法不太重视 已知发生了 夷陵之战 蜀汉战败 既关于世荆周后 又一次实力大损 第二个原因 便是刘备对诸葛亮 不是很信任 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锦 在吴国身居要职 并且作为吴国的使臣 来讨要过荆州 面对这种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 刘备在任用人才时也不会忽视 千年之后 思想家王富之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 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 诸葛亮一定要存汉 灭曹 不结交东吴 则要受东吴的牵制 难以心北伐之师 而刘备的理想与此不同 刘备开始想自强 后来想自立为王 这种雄心与关羽合拍 所以他信任诸葛亮不如信任关羽 而且不如孙权信任诸葛锦刘备 怀疑诸葛亮与东吴的情谊太深 甚至怀疑他与诸葛锦相勾结 而摆地成脱孤时 刘备允诺诸葛亮可以去流产而代之 也只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刘备去世前后 蜀中益州的土著和刘备带入蜀的经 相救部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而法正 庞统都已去世 刘备能够依赖的谋臣只有诸葛亮了 而且当时刘备白帝脱孤的对象 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 他还让一周大族出身的李延同寿遗诏 可见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雨水关系 只是三国演义留给后人的一种表面印象罢了